大家好,今天这个时候应该是我分享圣经阅读的时候 事实上也的确是我分享圣经阅读的时候 这是我的专用时间 但是话题还是要从习近平、从中共国里面的一些消息说起 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在真空里面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悲惨世界 行功义好联名,存千倍的心与生同行 行公义是摆在第一的 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不关心政治 你如果不行公义 那你就是心灵鸡堂 要么你就是怂包 要么你就是过去的这个什么回避 是吧,肯定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督教它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基督教的教堂 它都是建在老师区的 你去北京一看 这个什么天主教的教堂 在王府井,上海的教堂 在这个什么最繁华的地方 它不像其他的,尤其是不像佛教 不像道教,都是在山里面 鸟不拉是人机罕至,特别安静 所以基督教天生就是一个介入公共生活 介入政治,介入经济的这么一个学问 就是这么一个信仰 所以话题还是都要从中共的一些事说起 我看到有人给我递了一个材料 说这个网易新闻又搞了一篇稿子 讲什么呢?很简单,其实就是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大有深意啊 说五年之内 最多五年之内建分晓 大家不要着急 稍安安勿躁 五年说来就来了 没有几天时间了 所以全大家不要急 这个话说的很模糊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专家就一同解读 说这个中共啊 中共国啊 在五年之内吧 五年建分晓嘛 是吧 五年之内吧 中国将再一次改朝换代 习近平呢 可能是要流往海外 因为他在国外存了很多钱 是吧 现在习近平有两个敌国 一个是他的掌控中共敌国 另外一个是他们家的习 习近平家族的财富 习近平也是他的父亲 当年设计好的习是家族的路线 所有人都在国外 习近平在中国当官 完了以后 等到中国要垮台了 习近平就跑到国外 去找他们的家人 说习近平可能流往海外 这些个消息呢 说实话 我是不太关心啊 至少我此时此刻不关心 因为我这个时间 应该是要跟大家分享圣经的啊 而恰好呢 今天呢 我要分享的圣经的经文呢 与这个消息有一点点关系 就是五年之内建分晓 五年之内中国要再次改朝换代 那我们一说改朝换代啊 中国人太熟悉了 是不是 我们从这个秦朝统一中国 春秋战国这么移动过来 中国这么一个地方有多少个朝代吧 你跟我说说看看 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国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遥远 是不是非常的遥远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奥古斯丁这么一个人 就感觉到跟我们很近是吧 好像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弟兄 一个思想家 一个长辈在跟我们在聊天 但是你和奥古斯丁同时的那是什么时候 是中国的汉朝 脑早了 就感觉到像茫茫的时空需要穿过 是吧 为什么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改朝换代的那个 这个节奏太快了 频率太快了 就好像一说汉朝 那是非常遥远的之前的故事了 但是一说奥古斯丁 感觉到就在今天 就在我身边 有这么一种关于历史的认知的错觉 是因为中国的改朝换代 它太频繁 是吧 所以我们学历史的 我上高考的 我高考的时候我历史学成绩特别好 因为我记性好 几乎是满分 你说你这是个悲剧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讨的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一段圣经的句子 就是一句话 就是主导文明的一句话 上一周我们讲过了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很多人给我写游戏 说真是听完了以后 特别的受鼓舞 也特别的长智慧 原来这句话是人类的民主宪政 共和宪政的总宣言 任何一个社会 你要建成一个三权分立的 互相监督的民主的宪政的社会 必须要从这句话开始 每一个人都要承认在试探面前不可救药 每一个人都要承认自己面对金钱的诱惑 色情的诱惑 权力的诱惑 你根本就要败下阵难 你永远不是诱惑的对手 当魔鬼诱惑你 你肯定是手下败将 没有人是例外的 所以说这个人生最美好的状态 就是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所以我们所说的什么三权分立 什么司法独立 什么新闻自由 这些诸如此类的一些时髦的 现代性的民主文明的思想 都来源于这句话 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 让那些手握公权力的人们 与这个诱惑保持绝对的物理的隔离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 它的公权力的持有者 那些公务员 那些个总统 那些个议员 如果他们可以随随便便的 与这个各种诱惑拥抱在一起 这个国家完蛋了 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 今天的中国更是如此 是吧 就我们脱离凶恶 什么叫凶恶呀 凶恶这个意思上次我也讲过的 就是你要与这个魔鬼的诱惑 保持绝对的距离 一旦你与魔鬼的诱惑保持绝对距离 凶恶就跟你没关系了 所以你的人生就很幸福 你的国家就很文明 你的时代就很繁荣 就这么简单 这句话重要 不能再重要了 我说的是天地之间 最响亮的宪政宣言 是人类宪政文明的逻辑起点 是吧 那么今天的接下来 还有主导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总记录 这句话很简单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你看这里面有一个词叫直到永远 那我们一说历史 你看我们刚才我想的历史 你遥想一下我们的历史 是诗今时代 光观居旧在河之洲 是吧 然后一直到现在 多么漫长的一段历史 够长吧 这么漫长的历史 是谁在主导的历史的推进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有这样的问题意识 因为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 一条河流 它之所以不断的奔用 它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源头 是吧 所以你要考察一条河流 你一定要去考察这条河流的源头 长江有长江的源头 黄河有黄河的源头 任何一个河流 它都有源头 你不认识源头 你是不可能认识这条河流的 那我们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条活水的江河 你一定要认识源头 这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所以国度 是吧 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 全是天赋的 这才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源头 是吧 是宇宙的源头 是心灵的源头 生命的源头 这句话太重要了 那一次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我们要从中国的问题讲起嘛 那既然这个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天赋的直到永远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这么一个蓝色的星球 这么漫长的历史 它一直有一个永远的国王 这个国王就是我们的天赋 所以人类社会一直是 叫做上帝掌权 历史是上帝推动的 并不是人类自己推动的 人类对历史的推动 只不过是你方昌霸我蹲场 只不过是中国的改朝换代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你就突然就意识到一个伟大的 一个思辨历史的一个智慧 就凡是改朝换代过于频繁的国家 一定是上帝眼眠不顾的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上帝眼眠不顾 我根本就不愿意看你是吧 你眼的面我就惊慌 有这么一句话吗 是吧 真眼里面的 你眼的面我就惊慌 上帝眼眠不顾 这个地方的人就惊慌失措 惊慌失措的表现 历史的表现就是改朝换代 所以你觉得我的解释 是不是有点意思呀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解释 国度权柄荣耀 这三个词非常的重要 全是天赋的直到永远 你把这句话读懂了 你就终于就读懂了 人类历史的推进 人类只有一个国王 这就是上帝 就是天赋 所以你看有些个国家 他很聪明 像捷克 像东沃 波南 他们都这么说的 我们只有一个国王 我们的国王就是耶稣 以前美国也是这么的 美国的所有的宪法 都是来自于圣经 是吧 美国是上帝建立的国家 华盛顿只是上帝 管理美国的一个仆人而已 他是这么来给你思考的 但如果说你有一天发现美国也衰败了 美国也开始改朝换代了 那么就说明美国已经被上帝抛弃了 已经掩面不顾了 已经开始改朝换代了 所以你看美国从建国 现在两三百年的时间 你仔细想想 美国建国的时候是1976年 1776年是什么时候啊 我写过一篇文章的啊 1976年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个亚当斯密写国富论 对吧 完了以后 这个美国建国 你看很有意思啊 完了以后中国在干嘛呢 中国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 1776年 烧书呢 是不是 在那里 叫做叫做什么呢 海禁呢 报禁呢 烧书呢 是不是不让你言论自由呢 所以 你觉得美国的历史 好像是昨天似的 就在你的身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家没有改朝换代 但是中国从那时候开始 改了多少朝换了多少代 是不是 清朝晚清 完了以后 这个又是所谓的 叫做什么 北洋军阀时代 是吧 然后又是民国 是吧 然后又是这个 共产党 已经有四五代了 是吧 而且今天还处在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 土工在中国这么一个分疆二致的局面 为什么呀 圣经里还有一句话 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叫做什么呢 帮国有罪 君王就多更换 所以你这是一个考验一个国家 检查一个国家 是不是文明国家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格言 真的 所以你用这句话 去那个什么 去考察这个历史 考察一个国家 你会发现非常的有意思的 这是真言的28章 你怎么说的 帮国应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应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必长存 你看到没有 所以你看你这么仔细一想 日本这个国家 很多人骂小日本小日本 但是日本的国王一直在 他一直是天皇 天皇可有年头了 你用我刚才的历史的那种意思 你去算一算 真正的天皇的第一代到现在有多少代了 所以你会发现日本的天皇非常的亲近就在身边 但是你能想象中国的某一个皇帝 他距离有多么遥远吗 这就是一个国家改朝换代的一个基本的 这么一个历史的描述啊 为什么呀 真的你要想想 所以我经常会用圣经的一些个经典的格言 正言去思考我们人类的历史 思考当下的现实 真的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人说土宫国最多五年建分晓 专家解读是五年之后 中国再次改朝换代 习近平他要流往海外 流往国外 这不就是一个历史的总记录吗 中国从来没有逃脱这个改朝换代的魔之诅咒 为什么呀 因为上帝对这个地方也面不顾 上帝对这个地方也面不顾的意思是什么呀 为什么上帝对这个地方也面不顾啊 是吧 那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看不见上帝的国度 看不见上帝的权柄 看不见上帝的荣耀 你说你在中国你能看见上帝的Glory吗 是吧 你在中国你能看见上帝的Power吗 所以你知道国度权柄荣耀这三个词多么重要吗 你一定要盯住这个三个词要仔细的分析 真正的国家是上帝帮你建立起来的 上帝掌权是吧 我之前也分享过一句我非常爱听的一句话 叫做什么 耶和华坐着为王是吧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坐着为王 为什么呀 国度 你不要被眼前的一些一个风云变换 让你惊慌失措 你一定要记住 只要上帝不对你背过脸去 只要上帝不掩面不顾 这个国家就一定是稳定的 一定是幸福的 一定是可持续的 一定是长久的 所以权柄是上帝掌权 国家是上帝的 荣耀也是上帝的 这三个词 那是经典中的经典 总结中的再总结 绝对是人类最伟大的这么一个秩序描述 你用这三句话 你去分析任何一个国家 他是不是幸福 你绝对可以说 十回有十一回都是对的 我跟你讲 凡是改朝换代来得特别频繁 来得特别快的国家 一定是上帝也面不顾的国家 凡是改朝换代来得特别快的国家 一定是 不是上帝的国斗 也不是上帝的权柄 也不是上帝的荣耀 上帝已经把这个地方给忘记了 所以很多人就经常说嘛 中国这个国家怎么了 怎么就是这么可怜的 这么黑暗呢 因为上帝也面不顾啊 所以圣经里有很多个公共叙事的句子 咱一定要看 国斗权柄荣耀 这句话在整个主导文里面 它是个公共秩序的叙事 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是 邦国应有罪过 君王就夺更换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描述 所以你基于这样的常识 然后你演的面 我就惊慌 这些个句子 然后你再回头你看我们自己的一部悲怆的中国历史 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结论是并不是我们一定要诅咒习近平诅咒这个共产党 真的 共产党这么搞下去 它绷不了几天 因为它与上帝为敌 因为它在这样的一个黄色的土地上面 夺走了上帝的国度 夺走了上帝的权柄 夺走了上帝的荣耀 这个地方将就是生不如死 就是黑暗之国 就是地狱之国 这是我读主导文的一个公共想象 一个历史性的分析 以及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极简主义的高度的小节 说的对与不对 请大家多多参与我的讨论 多多批评 谢谢